好,現在來教大家 怎麼樣變調 首先你要安裝 楓葉播放器 那請用安卓的手機 點進去以後 我們現在用 香絲葉難免 這首歌來做樣本 考進去以後 你用搜尋 你可以搜尋 那我們 我們就打 香絲 葉 好,這幾個字就可以了 好,找到了香絲葉難免,好,你點進去 好 好 好,播放了 好,如果說你要變調 這首歌它的最低音是 低音咪 你用吸調就沒有低音咪 那怎麼辦 你現在到這邊變調了 我們把它加3 按3個 1,2,3 好,它就變降異調了 我們回到 主畫面 好,這首歌因為它的伴奏是沒有導音 它上面是寫C 那事實上這邊有增加3 事實上已經不是C調了喔 C到降異調是3個半音 如果說覺得太快 好,你可以用這個來做變數 好 這邊是乘1嘛 把它減0.1 是不是變很慢了 是不是變很慢了 如果說你的手指還不熟 你的那個熟練度還不夠 這個0.9你還是覺得太快 你再把它減0.1 這邊是變0.8 是變很快 變很慢 好,再回覆 回覆的話用 加 好,變0.9 好,回覆到原來的速度 重置 OK 好,那我來做一次 示範 好,我們剛剛 有 教各位怎麼樣來用 風樂播放器 那對於 一些入門者 在拍子上 會有障礙的時候 我會建議 用我這個方式 不管你是 吹奏樂器或是 彈奏都可以用這個方式 先由速度慢 再到速度快 然後 如果說你的 這首歌的 調性 吼 不適合你這個樂器 不適合你這個樂器 由這個 風樂播放器來做 做轉變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 相思夜難眠 那這首歌 因為他原唱 叫洪牆尾 他的最高音是高音 倒 高音倒 OK 可以到收而已 那怎麼辦 他最低音是 跌音咪 對一個初學者你馬上要彈 降異調 不可能 那我會建議你先從C調來彈 然後碰到第一咪你用中音咪來帶 然後你可以 用 雖然你彈C調 但是 他的速度 原唱者這樣太快了 你可以把它用C調還是一樣 把它變 把它降低 我們把它降低 我們現在來降低 把它降 降20% 現在變80% 那就變很好彈了 前奏 好 這個速度就很慢 我就保證你 你會跟得上 再不行可以再用 7層啊 剛剛是8層 8層的速度打 打8折 再不行你手指還是趕不上 你用 再減1 變0.3 減0.3了 那速度就更慢了 就像烏龜了 你聽聽看 會更慢喔 你手指絕對跟得上 來進入主歌 i7 7層來 main character 2.3 四 你家旅牙都難得 你一須 Lin Re Re No Re So Li Mi Re No La Sol Ba 這樣是不是很慢 你覺得跟得上對不對 好那我們把它回到 回到正常的速度 各位看一下 現在把它一個重置 就正常速度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好,现在坚奏 好,我们现在换姜衣调 好,我们把它速度放慢 用九层的速度 再跑 好,用姜衣调 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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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起来